詹姆斯 维伯太空望远镜 这一现代科技的杰作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揭示着宇宙的奥秘 你所目睹的正是落入黑洞的物质 它们在宇宙的深邃中演绎着一段段神秘的舞蹈 维伯太空望远镜不仅是窥视宇宙深处的眼睛 更是改变我们对宇宙认知的关键 它的每一次发现都在挑战着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而今 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黑洞内竟藏有770个星系 这是一幅斯特凡五重奏的壮丽画卷 五个星系相互交织 相互影响 共同演绎着宇宙的交响乐 维伯太空望远镜 这架配备尖端科学仪器的巨型望远镜 以其无与伦比的精度和灵敏度 捕捉着遥远天体的光线 它的仪器套件包括近红外相机 近红外光谱仪 中红外仪器和精细制导传感器等 这些精密的仪器共同协作 捕获图像 测量光谱 揭示着从最早的星系到 我们太阳系内的行星等天体的秘密 然而 黑洞 这个宇宙的神秘存在 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是由大质量恒星的引力塌缩 所形成的宇宙实体 当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 会经历一场灾难性的超新星事件 而在此过程中 恒星的外层会被抛向太空 留下致密的物质 当核心的质量超过临界于之时 引力变得无比强大 导致核心进一步塌陷 形成起点 一个密度和引力无限大 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神秘点 然而 维伯太空望远镜 却能够洞察这一切 它检测到的最疯狂的事情之一 便是黑洞内存在770个星系 这简直是对黑洞定义的挑战 黑洞的世间世界 是一个看不见的边界 一旦越过这个边界 即使时光也无法逃脱 这是一个标志着黑洞引力 变得无比强大的点 任何试图穿越它的物体或辐射 都将被无情地吸引到黑洞中心的起点 而更加神奇的是 当物体接近世间世界时 时间似乎会变慢 这是一种被称为时间膨胀的现象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预测了这种效应 它是由黑洞巨大质量 所造成的时空扭曲所造成的 世间世界并不是一个有形的表面 而是一条数学线 它代表着时空结构行为方式的转变 这使得直接研究黑洞变得异常困难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了解它们 它们对周围空间的影响 如引力透镜效应 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它们存在和特征的间接 但重要的线索 引力透镜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所预测的一种现象 根据这一理论 像黑洞这样的大质量物体 会弯曲它们周围的时空结构 这种弯曲使得光线在经过黑洞附近 时会发生偏转和聚焦 从而让我们能够观测到 被黑洞所吸引的天体 这种效应不仅介绍了 黑洞的存在和特性 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 了解宇宙的机会 微博太空望远镜的发现 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它不仅介绍了黑洞的神秘面纱 还让我们看到了宇宙深处的壮丽镜像 这些发现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也激发了我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 在这个充满神秘的宇宙中 我们将继续前行 用智慧和勇气揭示更多的宇宙奥秘 遥远物体的光线在穿越大质量天体 如恒星或黑洞的引力场时 会如同舞者在舞台灯光下优雅的弯曲 造成视觉上的时针或放大 这些巨大的引力场 特别是黑洞 以其无与伦比的质量和紧凑的尺寸 成为引力透镜效应的杰出演绎者 当光线从恒星或星系等背景物体出发 靠近黑洞时 它会沿着黑洞周围弯曲的时空目镜舞动 仿佛被神秘的舞者引导 偏离了原有的轨迹 在精确的几何排列下 这些被偏转的光线会汇聚于一点 形成背景物体的清晰图像 如同放大镜聚焦光线一样 这就是引力透镜的魔力所在 它能够在特定的条件下 产生出同一背景物体的多重影响 有时 黑洞周围甚至能形成一个完美的光环 被称为爱因斯坦环 这是在原透镜即黑洞 和观察者处于特殊位置时 所产生的奇妙现象 引力透镜的氛围 就如同舞者的记忆 有强有弱 强透镜能够产生清晰可见的多个图像 而若透镜则会在背景物体上留下微妙的形状扭曲 这种神奇的透镜效应 已经成为天体物理学家的得力工具 他们借此可以深入研究那些遥远的宇宙物体 通过分析这些透镜模式 科学家们能够揭示出黑洞附近物质的质量 形状和分布等重要信息 随着科技的进步 如詹姆斯网 太空望远镜等先进太空望远镜的发射 科学家们预计将对黑洞和其他大质量 天体周围的引力透镜效应 进行更为详细和精确的研究 然而 黑洞的奥秘远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认为的黑洞实际上是虫洞 那么整个宇宙的结构或许将被重新定义 虫洞又被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 是广义相对论方程中的一个假设结构 被视为连接宇宙中两个独立点 甚至连接不同宇宙的时空隧道 虫洞的本质是一种宇宙隧道 为穿越广袤的宇宙距离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捷径 黑洞附近的极端条件 特别是起点 可能会产生可穿越的虫洞 这种观念 源于黑洞附近时空的极端扭曲 这种扭曲 可能会为虫洞的形成和稳定 创造有利条件 虫洞的形成和稳定性 可能需要存在 具有负能量密度的奇异物质 这种在我们宇宙中 尚未观察到的假设物质形式 将具有与传统物质 完全不同的特性 如果虫洞真的存在 它可能不仅提供一种 跨越遥远宇宙距离的方法 还可能是一种 跨越不同时间点的潜在方式 尽管这听起来像是 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 这种可能性 同时 奇异物质的存在 也为我们打开离山 探索未知世界的大门 它具有负能量密度的特性 这一概念挑战了 我们对能量的日常直觉 然而 正是这种挑战和未知 激发了科学家们 无尽地探索欲望和勇气 奇异物质 以其独特的性质 成为了稳定与维持 虫洞的关键 虫洞 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 时空隧道 常常因其不稳定而崩溃 或因时空 奇异物质的极端曲率 变得不可通行 然而 当奇异物质 被巧妙地分布在 虫洞周围时 其负能量密度 便能与试图使其塌陷的引力相抗衡 从而在时空中 构筑起一条 稳定且可穿越的通道 奇异物质的独特之处 在于奇有那些 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中 常见粒子迥异的 奇异粒子 或常组成 这些粒子 拥有诸如 负能量密度等非凡属性 使它们 与普通物质大相径庭 能够与已知粒子 合力以非常规方式互动 它们所展现的排斥引力 相互作用 与普通物质的引力 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相互作用 或许是由那些 尚未发现或理解的 假设粒子 或常所接导 然而 如果将视角 转向另一种理论物体 白洞 我们或许会发现 一个全新的宇宙奥秘 白洞 作为黑洞的对立面 其概念 源于广义相对论中 爱因斯坦场方程的数学节 白洞不被强烈的引力所束缚 相反 它们会排除物质和能量 甚至可能包括光 在白洞的内部 时间流动或许会逆转 这一设想 挑战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 传统认知 更为引人入胜的是 一些科学家提出了 黑洞与白洞之间 可能存在潜在联系的观点 它们设想力中 连接黑洞和白洞的重洞桥 暗示着这两个极端现象 可能是同一宇宙现象的 不同面向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 落入黑洞的物质 可能会以某种方式 从白洞中重新出现 甚至可能跨越不同的 时空区域或宇宙 多重宇宙的概念 则为这一设想 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每个宇宙都可能拥有 自己独特的物理定律 常数和条件 而这些宇宙 或许与我们自己的宇宙共存 在这样的框架下 黑洞可能被视作 通往不同宇宙的门户 允许物体 粒子 甚至信息 在不同宇宙间穿梭 霍金 霍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对黑洞悖论的研究 为我们揭示了黑洞的另一面 他的开创性研究 导致了霍金辐射的发现 这一发现 为黑洞的行为 引入了量子力学的元素 霍金辐射的存在 意味着粒子 可以自发地出现和湮灭 为黑洞的信息丢失悖论 提供了新的解释 随着科学的发展 我们或许能够逐步揭开 这些宇宙神秘面杀的一角 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奥秘 黑洞的事件世界边缘 恍若宇宙的边缘 其处的真空 如同孕育着生命的子宫 催生了辐射的诞生 这一景象 引发了一个深邃的思索 若黑洞确实释放出霍金辐射 那是否意味着 它们能够挥洒掉自身的质量 最终如尘埃般消散于无形 这一进程似乎预示着 那些曾隐匿于黑洞内部的秘密信息 正悄然随着辐射 飘向宇宙的死角 这无意向传统的认知发起了挑战 信息在黑洞中消失的观念 似乎不再牢不可破 黑洞信息悖论的出现 让我们的物理学基本原理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特别是它所引发的量子力学 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纠缠与冲突 面对这一悖论 物理学家们纷纷献上了自己的智慧之果 一方面 他们试图深入探索引力的量子性质 以其解开这一谜题 另一方面 一些大胆的设想也应运而生 如防火墙理论的提出 这些理论 设想在黑洞事件世界附近 构建了一道强烈的辐射屏障 它或许能够取代我们传统对于黑洞的认知 这道防火墙 犹如守护神般守护着黑洞的秘密 它汇集了物理学中广义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的精髓 成为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 然而 这一设想 却让我们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落入黑洞的信息 究竟何去何从 量子力学 坚信信息守恒 而广义相对论 亦是如此 那么 这些信息是否在世间世界的防火墙后 悄然消失 或是被编码在了那强烈的辐射之中 穿越了世间世界 防火墙的引入 无疑对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平滑 可预测的世间世界提出了挑战 它不再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边界 而是一个突变且充满能量的边界层 这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黑洞附近时空的理解 防火墙所展现的 正是黑洞附近的极端量子效应 它让世间世界附近的时空能量密度和区率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而颠覆了我们对于重力的经典认知 而模糊球假说的提出 更是为我们揭示了黑洞内部的奥秘 它挑战了传统黑洞中心具有起点的观念 将黑洞构想为一个有紧密纠缠的弦和其他物质组成的量子实体网络 这些显作为显理论中的基本构建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黑洞与量子力学 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关系 模糊球假说试图通过用显结构替代基点来解决黑洞信息悖论 从而为黑洞内部的信息保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制 然而这一切都让我们不禁对黑洞内部的星系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如果星系真的能够存在于黑洞之中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仍然存在着局限和不足 这种设想无疑挑战了我们对现实的基本认知 它让我们开始思考宇宙的本质 以及那些超出我们目前理解范围的事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固有局限性 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是建立在已知物理定律框架内的观察和理论之上的 而模糊球假说等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却超出了我们当前的认知范围 这引发了一系列认识论问题 我们如何获取知识 我们当前的科学范式是否仍然有效 是否存在着我们尚未观察到的现象 如果模糊球假说成为现实 那么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关于黑洞和星系的新认知 更将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例如 对于可能探测到黑洞内部星系的未来技术 我们需要考虑其潜在的伦理影响 此外 这些理论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时空的本质 以及它是否可能比我们目前认为的更复杂或更相互关联 总之 黑洞信息悖论 防火墙 模糊球假说等理论的出现 让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 他们不仅挑战了传统的物理学观念 还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和宇宙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或许会发现更多关于宇宙的秘密 也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未知 但无论如何 这都将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发现的旅程